华府警告 二、二十四小时内全面清雾 人民车队前往华盛顿抗议 风险八孩事件 十七人遭吻革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2月2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玉星轮 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打击 总统拜登今天宣布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措施 对象是北溪二号股份有限公司 华夫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已经开始 而乌克兰也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最新军事行动 包括拜登在内的多国领导人 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据悉 美国昨日宣布的制裁条款 是美方首次对俄罗斯实施经济方面的打击 俄罗斯的两家金融机构被美方制裁 而俄方也将被禁止从西方国家进行融资 此外西方国家的政策将进一步削减 俄总统普廷的资金 并进一步影响他内阁核心成员以及家属 并且此外总统拜登正式宣布 美方将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子公司 北溪二号实施制裁行动 然而多国领导人正在讨论这些条款 是否真的能够阻止普廷进一步入侵乌克兰 据政府机构透露 仅仅在本周 俄罗斯股票的价格就已经蒸发了250多亿美元 而俄罗斯鲁布兑换美元的利率几乎跌至历史记录 然而据美方情报机构透露 俄方军队仍然处于待命状态 潜在的侵略行动很有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出现 而这也就是为何乌克兰方面在今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我说这些报告是 他们已经已经已经说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数据资料 这些证据我们已经已经表现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逃避的可能性存在 自乌俄边境局势升温之际 白宫多次强调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并进行了军事部署 无价大楼上周就向国会提出了7700亿的国防预算申请 数字打破记录 知情人士透露乌俄边界问题 与中国和台湾问题有着不小的联系 自今年年初起 乌俄边境的紧张局势就在持续升温 从上周开始美方政府以及情报机构多次声称 俄罗斯军队已经做好了入侵准备 以及维护北约盟国的因素以外 不少专家指出美方此次介入乌俄边境问题 并协同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这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为了给打击俄罗斯经济 并对其施加制裁条款而寻找相关理由 而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五角大楼 以及内部军风人士试图通过潜在的军事危机 获取大笔资金 据悉就在上周 五角大楼就此次乌俄紧张局势 以及美方的军事部署向国会索取大笔费用 并提出了77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 而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的预算数字不仅超过了前总统川普提出的国防预算需求 并且介绍的实际数字很有可能会超过8000亿的水平 并且面对乌俄边境问题 美国如此大费周章进行介入 也与中国的台湾问题有着不小联系 就在不久前 为了铺垫向乌克兰奋力主义地区派兵 总统普提供员表示 他对前苏联的解体感到不满 然而专家指出 普提试图收复乌克兰 并复苏联与中国大陆 试图收复台湾实行统一的性质十分相像 并且对于乌俄边境问题 中国大陆方面一直没有表达明确的立场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变化 中方的有关表态符合中方一贯坚持的 推动对话协商解决地区弱点问题的立场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 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 然而在会上 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坦言 北约盟国的确有侵犯俄罗斯的迹象 但对于有国乌克兰的处境 部门却没有多加评论 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 五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并且部署大量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受加拿大卡车抗议活动的影响 大约有25个独立车队联合起来 计划在3月1日 拜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时 聚集在华盛顿展开抗议活动 从本周六开始一直到3月7日 国民警卫队将在交通哨所驻守 并提供指挥和控制 在拜登3月1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前 警方正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 并定制应急计划 以避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出现类似加拿大首都沃泰华的那种混乱局面 大约25个独立的车队计划联合起来 在加拿大首都集结 以复制最近在加拿大发生的抗议活动 一群来自东北部的卡车司机 正在前往华盛顿特区 关闭首都环城公路的路上 该组织抗议对疫情的限制 包括口罩和疫苗的授权 此前加拿大对卡车司机的封锁 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混乱 目前还不清楚抗议活动会继续多久 国会警察表示 他们知道抗议卡车车队袭击该事的计划 也正与包括当地警方 国民警卫队 保护政治领袖的特勤局等 其他执法机构合作起草行动计划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批准了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和国会警察局 提出的700名士兵的请求 一份声明称 从周六到3月7日 国民警卫队将在交通哨所工作 并提供指挥和控制 大约50辆大型战术车辆 将每天24小时驻扎 部队不会携带枪支或参与执法 陪审团今天早上开始审议 对三名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的联邦审判 这三名警察涉嫌于2020年杀害乔治·弗洛伊德 控方和辩方在结束辩论前 向陪审员做了最后陈述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三名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被控杀害 乔治·弗洛伊德的公民的联邦审判 今天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在结案陈词中 检察官告诉陪审团 托马斯·莱恩、亚历山大·奎恩和图索都知道 前警官德里克·乔文 对弗洛伊德使用了不合理的武力 他此前被判谋杀弗洛伊德 乔文去年12月在这个联邦案件中认罪 几个月前他被判犯有州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程序可以帮助弗洛伊德 但他们选择不采取行动 助理检察官认为 奎恩和图索具体来说 有能力、有权力、有机会、有手段和有责任进行干预 但是辩方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 辩称他们的客户缺乏经验或接受的培训前后不一致 并且无意伤害弗洛伊德 图索的律师补充道 仅仅因为某件事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犯罪 这三名前警官都以法律的名义 对剥夺权力的指控表示不认罪 因为他们被指控没有为弗洛伊德提供医疗援助 奎恩和图索还被控未能干预乔文使用不合理的武力 他们对这一指控不认罪 这三名警官同时受审 有罪判决可能意味着对这三名警察处以罚款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奥日加等国加入制裁俄罗斯 消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俄罗斯21日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 顿内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并派军进驻 22日进一步与这两国建交 欧美各国相继宣布对俄罗斯的制裁 今天包括澳洲、日本与加拿大等也加入了制裁的行列 澳洲周三加入美英及欧盟等就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亲俄地区独立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八名成员 及包括俄罗斯国家发展银行在内的多间银行 也会对被俄罗斯声称为独立国家的乌东两地区实施经济制裁 澳洲总理莫尼森表示 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在24小时内入侵乌克兰 强调会挺身而出对抗霸凌者 会继续与盟友讨论进一步制裁 俄罗斯必须为入侵行动承担后果 此外 加拿大也对俄罗斯实施首轮制裁 总理杜鲁多表示 会禁止国民与乌东、顿涅斯克及卢干斯克的人进行金融交易 不能购买俄罗斯 主权债券并会制裁多两间俄罗斯银行 以及投票支持 承认乌东两清俄地区独立的俄罗斯国会议员 杜鲁多批评俄罗斯总统普廷的决定 明显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 绝对不能接受 呼吁俄方寻求外交解决方式 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向俄罗斯实施三项制裁 包括停止向涉及两个乌东地区人士 发放签证 禁止于两地贸易 俄罗斯也不能在日本发行新的主权债券 岸田批评俄方的行动 明显损害乌克兰主权 违反国际法 强烈敦促俄方重回外交途径 化解危机 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州风县八孩事件 今天终于公布了官方的调查报告 被铁链锁紧的女性原名小花梅来自云南 先后被两次拐卖 她名义上的丈夫董某因为虐待 以及拐卖妇女遭到逮捕 包括风县县委书记在内的17名相关人员 则遭到撤职或纪律处分 风县八孩事件已经快持续了一个月 因为此前风县和徐州政府的胡乱通报 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上周江苏省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专项小组展开调查 今天这份调查报告正式发布 其中写道在事件发生之后 调查人员在云南、河南等地展开实地调查 在短短数天之内走访群众4600余人 调约档案1000余份 得出结论 被铁链锁紧的女性户籍登记姓名为杨某侠 随后在与云南警方的合作调查中发现 杨某侠可能就是当地福贡县 亚古村内失踪人口小花梅 随后在与小花梅的亲人DNA进行对比之后 证实了这个猜测 而针对网络上 两人结婚照片与目前长相不符的情况 报告认为是受到了年龄增长的皮肤老化 毛发退化 脂肪组织液化 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 经过公安部的物证鉴定中心调查发现 网传的李莹母亲与杨某侠之间没有亲子关系 因此认定李莹与杨某侠并不是同一人 小花梅出生于1977年5月13日 她在1980年跟随改家的母亲 到了云南省子里甲乡亚古村生活 在1998年又被同村人拐卖到江苏省东海县 并以5000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当地的居民徐某东 随后又在同年的5月份被拐卖到目前的居住地封县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封县的问题 公安机关还在展开深入的调查 只知道小花梅是董某的父亲花钱买来的 并且在2000年与董某名办理结婚 当时才把名字改为了杨某侠 在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认定董某名对杨某侠实施了捆绑、铁链锁紧 有病不一等虐待行为已经将其逮捕 目前正在对其展开包括买卖妇女等相关罪行的取证工作 此外在此次事件中发布虚假声明的 丰县省委书记、李庄村村委书记等总计17人 也都遭到了开除党籍、免职、降级或纪律处分 虽然案情还有诸多疑点 但这份通报的发布也代表着 此次徐州丰县八海事件的官方论调 已经确定 虽然人口拐卖案件仍有发生、仍在发生 但此后此类的案件恐怕不再会有这样的关注程度 联合国今天警告 由于全球暖化 未来几十年全球大型野火的数量将急剧增加 而各国政府对这种超级大火造成的死亡和破坏 恐怕到时会措手不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一份委托撰写的报告指出 即便是采用最积极的遏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 也无法阻止极端野火发生频率急剧增加 报告指出到本世纪末 特地年份发生类似于澳洲2019至2020年黑色夏季 或2020年北极大火的野火世界几率可能会增加31%至57% 地球暖化导致野外环境情况一发危险 更极端的天气意味着将有更强更热且更干燥的风助长火势 这种野火不仅在他们经常发生的地方燃烧 且在干燥的泥炭地和解冻的涌动土等意想不到之处发生 联合国农粮组织森林火灾管理专家 也是报告共同作者霍姆·葛伦表示 火灾不是好事 对人们社会、健康、心理的影响是可观且成奇 大型野火恐为其数天或数周 导致人类呼吸系统和心脏发生问题 尤其是对长者和年幼族群 大型野火也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据科学家计算 澳洲2019至2020年发生严重丛林大火 导致近30亿只哺乳动物、爬虫类、鸟类和青蛙死亡或受伤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 目前政府对野火的反应多半是把资金放错了地方 一旦大火发生 就投资火灾管理 而非预防和降低风险 我们必须透过做好准备 将极端野火风险降到最低 圣河西执法部门上周在Willow Glen 一英里处取缔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幽灵枪改造工厂 当局透露 该工厂位于罗伊大道附近 并生产了不少突击步枪和手枪等非法武器 三名嫌疑人目前已被警方抓获 说到圣河西的Willow Glen社区 安全、亲民两个词首当其冲 然而觉得市中心一英里处开外 警方却在近期取缔了一家 规模不小的幽灵枪改造工厂 当局透露 该工厂位于罗伊大道一栋 十分不起隐的民宅内部 而在这其中 警方缴获了八支突击步枪 两支手枪和其他各种枪制零件 当局在设施内部 一共抓获两男一女 并在之后发现他们均有前科 并且除去普通的枪支弹药以外 部门还在工厂内部 发现了3D打印机 和其他用于制造幽灵枪的工具和器械 警方指出 由于幽灵枪无法进行追踪 并且枪制零件的生产和安装也十分方便 所以此类枪支经常出现于黑市 并接受犯罪分子的青睐 而在今年7月1日 两项对幽灵枪加强管制的立法 将在加州生效 洛杉矶一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 昨天遭到陌生人的尾随 所幸女儿及时把门锁上 才没有酿成惨剧 嫌疑人在门口徘徊一阵 发现门被锁上之后离开 目前警方正在介入调查 并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 阿里波拉斯正在谈论 周日晚上他家门铃摄像机拍到的视频 他和孩子们刚回到位于克莱伍德的家 他女儿把年幼的孩子从汽车里抱回家 大约20秒后 这个人走到他们的门口 那个人试图打开前门 然后敲门 幸运的是门是锁着的 那个人在走廊上转来转去 转了好几分钟 然后他在人行道上来回躲步 在他离开之前 邻居的监控拍下了这一幕 该房主打电话给他的丈夫 当时他的丈夫还在一个多小时之外的路程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 是跟踪波拉斯的车回家 还是在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然后看到了他们母女 他很感激女儿所上了门 视频显示 这名男子的脖子上有一个独特的蝎子纹身 据信他是开车来的 然后驾车离去的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前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美股周三早盘开高 主要股指随后回吐了早间的丈夫 市场继续密切关注俄乌局势的发展 多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不如预期激进 俄罗斯表示 仍然准备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这令避险情绪减弱 三大股指高开之后反复回软 道指中断跌势扩大至超过了200点 纳指回落超过了1% 今天总统拜登今天再次宣布了 制裁俄罗斯北溪二号管线项目 加上伊朗突然召回核谈判团首席代表回国 显示伊朗与美国等国的核谈判 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达成共识 消息拖累美股 道指尾段的跌幅扩大到超过400点 收盘前三大股指的跌幅也是进一步的扩大 道匈斯指数收盘报33,132点下跌了464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0,37点下跌344点 标普外指数则收报4,225点下跌了79点 经济数据方面的消息 迪亚贷款协会公布了截止到2月18日为止的一周 迪亚贷款申请指数下降13.1%至466.4% 购买指数下跌于10%至去年8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融资指标上周下降了15.6% 达到2019年12月以来的最弱 30年期的固定利率贷款的合约利率上周小幅的上升至4.06% 为2019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2021年末以来 该利率已经上升近0.75个百分点 表明迪亚贷款利率上升 正在对房地产市场构成更大的压力 各股方面的消息 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宣布 已与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 就加州车厂的空气污染问题 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根据协议 特斯拉将支付27.5万元的罚款 EPA表示 特斯拉从2016年10月到2019年9月 在加州工厂违反了美国 《清洁空气法》中 汽车表面涂层 有害空气污染物 国家排放标准的规定 EPA的声明表示 特斯拉自称是一间可持续发展的公司 但是 该公司甚至忽视测量 其涂层作业的排放 也没有收集和保存 与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率相关的 法律要求的记录 收版时 公司的股价收报 每股764元下跌了7% 推特今天表示 将发行10亿美元的高级债券 推特表示 这批债券将以私募的方式 面向合格的机构买家发售 于2023年到期 这些债券将是推特的优先债务 每半年支付以此利息 利率和其他条款将通过推特 与初始购买者谈判之后来确定 推特计划将此次发行所得的净收益 用于一般性的企业用途 包括资本支出 投资 偿还债务 回购公司普通股 运营资金 以及潜在的收购和战略交易 推特正在评估潜在的战略交易和收购业务 技术或者产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就任何重大的战略交易或收购 达成任何的协议 说白时公司的股价收报 每股32.7元下跌了0.5% 美化家具用品零售商LOS公布 截止到1月28日为止的第四季度 利润按年上涨23%来到12.1亿元 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为1.78元 好过市场预期 收入为213.4亿元 好过市场预期的208.2亿元 主要是受惠于楼市的炙热 LOS调高了今年度的收入预测 由940亿到970亿元之间 升至970亿到990亿元之间 美股的盈利由12.25到13元之间 调整为13.1到13.6元之间 受到利好财报的影响 公司的股价收报 每股215元上涨了0.24%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2月2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